你们都在一起 你们是在一起 这些 supremacy 你们都在一起 这些人都在一起 约书亚欧本海末的《沉默之相》 探索犯下种族灭绝罪 却没有受到惩罚的人的行为 天哪 这就像大屠杀40年后 纳粹从来没有被推翻的德国 而世界其他地方也庆祝大屠杀 并在它发生的时候参与其中 欧本海默展示了 用自以为英雄的信念 武装自己的行凶者 如何以胜利者自居进行庆祝 以胜利者的神话 为他们的暴行辩护 导演把他们自吹自擂的证词 展现给世人 绝大多数幸存者 没有得到确认 他们的亲人是否被杀 他们的亲人被带到河里杀害 尸体飘向大海 而他们的家人 从未被告知发生了什么 我想尽量创造一个 美丽而阴森的空间 使发生的事情更加不可承受 人们目睹了 阿迪的哥哥的死亡 拉姆利成了一个传说 他是数万失踪的 当地人的一个缩影 全印尼有超过百万人失踪 阿迪冒了很大的风险 来做这些采访 欧本海默说 他们始终准备好行装 一旦感到危险 随时准备离开这个国家 阿迪形容这些访谈 是他一生中 做的最困难的事情 这是非常情绪化的宣泄 约树雅不知道 每次访谈之后 我总是把自己 关起来30到45分钟 只为让自己冷静 我们采访这些人 因为我们希望 让他们知道 他们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控制情绪 欧本海默说 他的纪录片揭露 印尼体制性的腐败和恐吓 并打破50年来 对种族灭绝的沉默 美国之音普劳 华盛顿报道